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這一節我們一起去跟進美國方面的最新情況 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就是在美國大選結束了兩個月以後 最後就有第一個州的參議院 是願意挺身而出 為公義和為特朗普總統發聲 在昨天賓州參議院發出一封公開信 給聯邦參議院的多數黨領袖馬康內爾 和聯邦眾議院的少數黨領袖麥卡錫 在這封信裡說得很清楚 他們表態反對按照原定的程序 來認證選舉人團的投票結果 他們要求將這個程序延遲 在決戰前夕的關鍵時刻傳出這個消息 對於特朗普陣營來說 可以說是注入了一支強心針 因為在過去兩個月 特朗普的私人律師朱利亞尼 已經是多次預告 說各州的議會將會有所行動 但一直都是指紋樓梯響 終於現在就看到人下來 起碼有著這封信 就可以反映得到 在賓州的民意相當堅實 認為今次的選舉是有可疑之處 至於第二宗消息 就牽涉到一家左媒和特朗普總統之間的架空麻煎 在昨日 紐約時報的一篇報導宣稱 彭斯副總統親自承認 說他無權在明天的國會聯席會議上扭轉大局 但被特朗普總統馬上嚴遲地搏斥 而且特朗普總統還將真相說出來 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憶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先說一下就是賓州參議院的那封公開信 我認為是捨得情理兼備的 裏頭列舉了賓州在2019年 所通過的選舉法案 以及在後來賓州最高法院和賓州州務卿 是怎樣來潛閒這條法律 原本的法案其實就定明了 所有的郵寄選票 必須要在大選當晚8點之前就收到 之後那些就不能夠計算在內 此外 所以投票站的所有官員 必須要對選民的簽名進行認證的工作 另外法例也定明了 不得對投票商作出任何更改 或者對所有的選票 進行任何所謂的修復工作 但是在今次大選之前的七個星期 賓州最高法院就作出了一個裁定 就說所有的郵寄選票 可以在大選結束之後三天都被計算在內 而且所有沒有郵戳的選票 都是被納入為合法的選票 而郵寄選票上面的簽名 是不需要得到任何核實 當然這就是產生了很嚴重的選舉違規問題 至於賓州州務卿被指控 准許民主黨控制的地區 是增加沒有安全保障的投票商 以及准許票站的工作人員 嘗試去修正郵寄選票的缺陷 這些當然是有問題的 因為那張票是這樣就這樣 你沒理由私自去改改劃 另外這封信又提到 廢城的票站 是有共和黨的監票員被禁止監票的工作 實際上就把所有的理據 一五一十清清楚楚列明出來 當然大家都可能會質疑一件事 就是這封公開信 你寫給參議院的多數黨領袖馬康內爾 不就是等同於石沉大海? 我相信特朗普陣營一早就已經是預了這樣 所以這封信究竟是寫給參議院看? 還是寫給民眾看? 我就有個猜疑在這裡 我自己的研判就是 其實這封公開信 無非就是作為一個驗證條件 就是去測試一下 究竟國會的參眾兩院 還能不能夠正常地這樣反映得到真實的民意 現在至少賓州的民意是很堅實的 就是要求在所有選舉爭議結束以前 就要暫停認證選舉人團投票結果的程序 其實這就是合情合理合法合憲的要求 如果在國會裡根本上 比如說馬康內爾 都當這一班的州參議員是臭死的 完全不看這封公開信的內容 也不按照這封公開信的指示去做的時候 就起碼反映得到 原來國會裡面是失衡了 國會裡面是完全反映不到真實民意了 那好了 你說場外的民眾究竟會有什麼反應呢 我們當然不知道 但是場外的民眾的反應就是最直接 最真實的了 到底他們會採取什麼反響 甚至乎是行動 這個當然就是取決於民眾本身的自發行為 就連特朗普陣營其實都控制不了 特朗普只是說叫大家一起去出席這個集會 出席這一場示威而已 他又沒有要求民眾做什麼後續行動 但是即使民眾真的自發地有些後續行動 也都是無可奈何的 因為假如你那個國會參眾兩院 都反映不到真正民意的時候 而民眾又有一個非常大的迫切性 有一個很強烈的民意要反映出來的時候 難道他們全部禁聲嗎 不可能 所以1月6日場外的民眾 去彰顯民意都是非常關鍵的 當然這封公開信也有作用 就是要測試一下 究竟你裡面的人是人還是鬼 一封信就試了出來 其實就等同於一面照妖鏡 當這一面照妖鏡照了那些妖怪出來的時候 那民眾沒有理由眼白白看著那些妖怪來為非作大 那別人有所反映都是很正常的 我認為 那至於那些眾議員 竟然間收到一個不尋常 而且我認為是不合理的要求 那國會的警衛官寶羅就發出了一份通告給所有國會議員 就要他們是看清楚為示威活動和街道封鎖 就會影響到進入國會大廈區域的通道 於是這一封的通告就告訴他們 在進出眾議院辦公大樓和國會大廈的時候 警衛和國會的警察就鼓勵各位議員 以及工作人員使用地下的入口和地下隧道 而不是徒步或者開車直接使往國會大廈廣場 即是叫人走地下通道走秘道 你說這些行為是不是是學足 即是似曾相識 香港也試過 有一群建制派的立法會議員 就是行秘道離開了立法會大樓 然後各自又走去停車場 搭地鐵 曾經是發生過這些事情的 所以這個世界真是天下烏鴉就一樣 想不到連美國都說鼓勵那些議員 用秘道來進出國會 如果你是光明正大的時候 為什麼你不可以走正門來出入呢 你就直接面對著民意 如果你是對得著天地良心的 怕什麼 照走進去大搖大擺這樣 保證沒有人阻止你 你根本上就是面對不到真正民意 你拜登動員這麼多人出來示威 你動不動員得到 你做直播也只有那千多人看 那當然啦 現在玩到行秘道進入國會的這一招 就是務求要確保得到 你在國會參眾兩院的聯席會議上面 一定是有足夠的人數去開會 如果不是那些議員被人擋住了 開鬼開馬就認證不到拜登做的嘛 所以他們就是要洗橫手 叫那些議員去行秘道 無所不用其極地確保這次會議 要順利地召開 好了 至於第二個消息就是講什麼呢 就是講彭斯副總統 實情彭斯副總統一念之間 就主宰了人類未來的命運 真是好看他究竟如何處理這個聯席會議 如果他是處理得宜的時候 當然他就等同於拯救了很多人類 但是如果他也是肥肥膩的 或者是猜不到勇氣去做事的 老實說就很難搞的 未來幾年至少那四年就很兇 紐約時報昨天就刊登了一篇文章 就說到彭斯副總統就告訴特朗普總統 他自己是無權扭轉這個大選結果 而特朗普總統在隨後發表了一份聲明 就說紐約時報有關於彭斯副總統對話的報道是假新聞 彭斯副總統從來都沒有這樣說過 他說他和副總統之間是完全同意 副總統本人是有權在聯席會議上採取行動 特朗普總統還補充 他說根據憲法 副總統是可以有幾種選擇的 包括就是可以取消對部分結果的認證 又或者將選舉人團的投票發環去各州進行更改或者認證 亦都可以取消非法和腐敗結果的認證 然後將他交回眾議院的樹 以每週一票的方式來進行表決 亦就是所謂的權變選舉 那根本上紐約時報的報道就是有問題 既然說到彭斯和特朗普之間的私人對話 那你哪個報料給你聽 請問你裝偷聽氣嗎 還是彭斯親自打電話給你紐約時報說這番說話 還是誰呢 是不是現場的保鏢搞事 你根本上都說不到消息來源 你一尾就先報出來 但是特朗普就已經說到這些是假的 我相信也是假的 你怎知道彭斯有說這些說話 跟彭斯之前多番在公開說的說話 是完全不同的 彭斯說明他就是會和特朗普總統同行 他就是會歡迎所有的證據 提交到國會聯席會議 他就說星期三是一個大日子 那你怎麼說到他已經是扭轉不到大局呢 他有沒有表述過這樣的意願 公開場合是沒有的 那當然明天究竟他的取態是怎樣呢 我們就是拭目以待 也都希望彭斯副總統 真的會秉持著良知和公義的原則來做事 因為所有事情就是在他一念之間 真是叫做一念天堂一念地獄 所以希望彭斯副總統可以多發一些證念 千萬不要深有歪念 你一有歪念的時候 受影響的就不只會是美利堅合眾國 而是全世界所有國家的人民 因為這樣 到其時美國很可能會喪失了主導世界的地位 一個二個國家就會跪下在這裏 所以彭斯副總統明天的決定 簡直就是我認為是他從政人生以來最重要的一天 希望他會為全世界的人民 為美國的人民都演出好戲 千萬不要行禮如儀 按照別人安排好那些會議程序來開會 那就真是很失望 當然他就多次標榜自己是虔誠基督徒 希望上帝會賜予彭斯副總統 智慧、勇氣和力量去作出一個適當的抉擇 這節先說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